由花仙府筹备一年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将在7月热闹展开 日前也在台北举行记者会正式启动宣传行程 而今年也规划了三天的主题之夜 20个在院团体将会带来丰富的原民人文故事 目标是希望透过与部落的合作 在文化及在地的产业推动的不同面向 来显扬花莲在地族群文化的特色 此外今年为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艺术节 花莲幸福也组团前往跟来自各地的南岛民族进行交流 而为了拓展国际视野并且扣合族群连结 因此今年的活动也以太平洋南岛作为主题 今年正式更名为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并邀请夏威夷卡米哈米哈学校进行文化交流与演出 透过南岛民族共同来推动花莲原住民族的国际地位 日本是联合丰年节虽然是以南岛太平洋作为主题 但是对于是否能够在提升观光经济效益中的架构中 精确传达推广渊民的文化精髓 民众看法不同 或许他对于部落的舞团 部落的青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舞台 但是对于文化的传承或者是说跟南岛民族的连结 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出现出这样子的效果 因为这个活动它主要就是要做观光 让大家能够来花莲 那或许可以用一个比较观光的用艺术方面的名称 比较符合他的目的 本市活动共耗资2300万元打造完成 现场将会聚集150个特色摊位 活动也将在7月19号到21号在德新运动场展开 主播单位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摆脱403强震后的阴霾 吸引各地游客提升观光经济 与这期闻杂料BIT2.4采访报道